24号下午7点多 小夏和朋友吃完饭 临时想做一下面部护理 就在杭州上城区的美嘉一站式美容护肤管理中心 下单了一个清洁补水的套餐 支付了62元 我然后在消费前就跟那个护理的人已经沟通过 我的皮肤可能比较容易敏感 请注意手法 然后他也表示知道的 但是进行快结束的时候 我感觉到脸部刺痛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 他当时表示 他们的产品绝对不会对我产生刺激 然后可能只是我的皮肤太干了 所以才会产生刺痛 小夏说 听对方这么解释 当时没有特别在意 以为休息一下就能好 结果第二天上班 同事都说他的脸特别红 像煮红的龙虾一样特别吓人 对 然后我其实对皮肤特别特别的保护和在意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状态 我不是很能接受 上一次过敏 这么严重的可能是我初中的时候 对 我平时可能会有一点过敏 但可能是换季的时候 然后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 小夏摘下口罩 面部两颊泛红 还有一些红疹 他说当天立马去医院看了皮肤科 门诊病例显示 主速式面部反复红斑 伴搔痒数天 县病史是数月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面部红色斑 秋诊诊断为过敏性皮炎 医药费总共花了188.94元 这个是他昨天去的 但是他来我这里做护理是前天 他并不是数天前来做的护理 他说医生诊断为过敏性皮炎 过敏性皮炎的诱发有很多种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在是换季 可能花粉 可能各种药物 有什么证明 就是说一定是我们最过敏的 我跟医生有说 我以前有过皮肤性过敏 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医生的顺语吧 傅老板还提供了一张照片 说是从监控里截的图 他说小夏在做护理之前 面部就已经出现了泛红的情况 那像他的这个皮肤的话 并没有说因为你这个 这个样子的面部 我就跟你说不能做 因为正常的皮肤 正常我们面部有一点点红 稍微有一点长 就像一个晒红一样的人 也是会有这种肤色 也是正常的呀 对不对 那并没有说这样 所以说我想拿这张图的意思是说 他未做之前的肤色 也是这个样子的 他后面出现过敏的那个情况 跟他做那个美容之前的那个脸是一样的吗 四眼都差不多的一样的 小夏表示 当天朋友也做了相同的项目 朋友没有出现过敏症状 他跟他给他操作的 给我操作是两个不同的人 给他操作是店里老板 所以我在想可能手法也有问题 而且我去过很多家美容院 英美医院也去过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傅老板不愿意提供当天使用的产品 但表示当时为了安抚顾客的情绪 给小夏转了200块钱 现在这笔钱还是待收款的状态 傅老板说 后来小夏在网上给了差评 不推荐大家来店里体验 综合评价是很糟糕 他4月6号的时候在别人家做的 他也是说他的脸是过敏敏感的 4月6号的时候 小夏给一家做皮肤管理的门店 打了三颗星 描述是过程中眼睛很痒 脸也感觉刺痛的 他表示当时虽然有刺痛 但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之后也在其他店做过护理 没有出现过敏的情况 首先要把订单的62元退还给我 还有医药费的差不多200块 还有昨天一天的误工费 因为昨天早上我去医院 还有昨天下午来调节 整整一天的时间 你误工费大概是多少 就大概也200吧 对我是这样的诉求 而且最好对方能给我道歉 确实不是因为我的产品 和我的操作变成了过敏 所以不存在承担我需要给他道歉 甚至需要我承担他的误工费 甚至需要我给他赔付他这个医药费 不存在 现在这就是我的态度 傅老板报了警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 小夏后来反馈 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